上海大叔闯美国 上海大叔闯美国 今天我想带大家去参加一个非常有益 而且高大上的一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 我们阿斯维嘉 美中文化协会的会长 内华大洲艺术学院院长 普吉先生的一个讲座 他的讲座是何谓听懂古典 那么普吉先生 他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 音乐方面的造诣 也是家喻富小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想像我这样的一个小白 对音乐也不怎么很厉害 但是呢我跟普吉先生呢也有一点点的音乐 你为什么呢我在九亿年的时候呢 也去以上海音乐学院 我们的韩寿学习音乐乐理和听音简朴 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考那些个上场证 而且我刚刚从学校出来也希望能够 考进上市大阳对于有一个音乐的 乐理知识的学习的舞蹈在考 音乐部分等一点 我是在想到 我们人类 在这个 就是我们的那些生成啊过程当中 一些展示的那些抒发的那些感情的当中 最基础的是 用语言来表达 讲出一种故事 用Holo作为美景 用语言的手段来讲述 一件事件或者一个故事 这是最基础的一些艺术的展示 那么当我们 语言也不能表达出一些 想表达的内容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种音乐 想要增加一种表达 语言想讲清楚事件的一种能力 比如说 现在中国收拾的那些英雄人物那些小孩 他们的家长非常痛苦 他们会在任何场合讲说 我家的小孩 有多少的好 小时候有多少多少的听话 当他不能讲述清楚 或者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的时候 他就会唱上了 哎呀 哎呀我的小孩 你怎么能够 用各种唱的手段 大家我做一个小白的 那个对音乐的理解的理由 就是把音乐就是这么解释 就是世界上三大最能表现的艺术 那就是语言艺术 音乐艺术 最后那就是肢体艺术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 跟大家介绍的是音乐 那么讲说完了以后呢 我想接着跟大家聊聊 就是普吉先生 告诉我们这个题目非常之大 他要是告诉我们 何谓古典音乐 那么我们每一位小孩 打开百度搜索一下 勾勾一下 就能了解 就是音乐古典音乐 和现在流行音乐的区分 怎样去了解 那么普吉先生今天讲的那个课题 那个很高大上 他说何谓 听懂古典音乐 老实来讲 让我听懂 作为我一个喜欢舞蹈的人 要听懂古典音乐 说实在的 我真的不能说我听得懂 我只知道那些个书上写的 当当当当 或者是那种各种各样的 艺术和培多芬 他们在讲述的 演奏的那些音乐 还只是书门上 而 会去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来源 那么今天呢普吉先生 就是潜移步话 而且很容易的 让我们知道了 怎么样去听古典音乐 那么古典音乐呢 普吉先生呢 他告诉我们 他有一个起点 那就是 在1750年开始 到120年的这一阶段呢 那些位大家的 就是死人的音乐家的 他们的作品的音乐 都叫做古典音乐 而且还给我们讲述了 Clarciko Music 不好意思 Clarciko的C 它一定是大写的C 大写的C 是表达的是 真正的古典音乐 那么 普吉先生呢 他给我们讲述了 古典音乐的一些时间段 广泛的泛泛的一种范围 这阶段呢 那些个 故去的老的 欧美的 欧洲的音乐 音乐家 他们创造的那些个音乐 教堂里面创造出来的音乐 那就是古典音乐 那是泛泛的古典音乐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代表性 普吉先生呢 又给我们讲述了 他分四个节奏 那么好 让我们来听听 普吉先生是怎么跟我们讲述的 最重要 他演奏的那些个古典音乐 那是很好听的 我听不懂 真的 但是我只有一个感觉 那是好听 在场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回家市的一些音乐爱好者 我们一直在认为 我私下问他们 他们都告诉我 好听 你来听听吧 我经常说 我说 西方音乐吧 分成四个音乐词 第一个呢 从毛鲁课世纪开始 第二个叫做古典词 第三个叫古典词 我们不是说要 真的要去听懂它 而是说要了解一点的话 我们知道这四个 在我们的时期 让我们一起来看 有些人爱的 在 GWT 是 有些人爱的 海坡 人爱的 人爱的 葱 人爱的 人爱的 是 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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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到今天 也告诉我 中文字枿